是 當我就要快生豆豆的時候 她說她要去看朋友 結果就發生了意外 你和吉兵 是怎麼認識的 六年前一個雨堤 我們在江湖鄉里 那個時候她沒有避風中 我就把她收了 那時候她當我家 是免費的旅館一樣 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後來 漸漸地 我發覺 她走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好不好看啊 她慢慢 就有了安定的念頭 動作放開 所以 我們就走在了一起 來 快點吃 好香啊 燙燙 半年後 她忽然間告訴我 她要離開基地 那時 我剛發現我懷了豆豆三個月 我本來想跟她說 我本來想跟她說 可我知道 她決定的事情 是改變不用的 一個月後 她哭著回來 她很難過地抱著我 她說 她說 她在京城有一段感情 但是這一段感情 是註定沒有結果的 她說一切都是過去世 她決定和我跟孩子 和我們一起生活 她感情 她第一次 有了這種責任感 想做爸爸的感覺 我很開心 可是 是 当我就要快生痘痘的时候 他说他要去看朋友 结果就发生了意外 好了 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齐冰是在你订婚宴那天晚上 去的江北 遇到了秀妍 而美芝因为你长时间 不在身边陪她 所以找了齐冰陪她散散些 齐冰一直很喜欢美芝 她是个多情的人 她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可是美芝及时地制止了她 后来齐冰想明白了 想回江北找秀妍 过安稳的生活 其实那个拥抱 是最后的告别 不在我身边 不在我身边 是最后的 我还不在你 不在我身边 是最后的 不在我身边 在你身边 我什么时候 就想起来 就是这么厚的 我身边 你不能过来 是什么 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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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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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谢谢你 对了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 你说 我跟你奶奶商量 我们以天马集团的名义 我们出钱 赞助一家慈善机构 每年拨出一部分款项 用来救助那些 贫困儿童和身患重病的孩子 你觉得 当然好 那我们救助的第一个对象是 豆豆 拿着 雪月 不用再行 睡觉出来就没事了 好 据 丫头 加油 奶奶放心吧 我很快就出来了 奶奶等你 一定要加油 丫头 奶奶等你 总是在为别人想 什么时候也为你自己想一想 我想过了 没什么 我 那只 我 我 不小时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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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